早晨七点五时 天光已然大亮 沉睡了一夜的城市 也随着街头巷尾的喧嚣 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距离安全署不远处的一条小巷中 哗啦 随着塑料袋的声响 姚智豪猛地从一堆垃圾袋中坐了起来 看到周围的环境之后 他脸色微微一变 下意识地看向了手环上的时间 看到还不到八点 他这才略微松了口气 然后看向了身旁不远处 那里 丁海城也躺在垃圾堆里 还在昏迷之中 目光盯着丁海城的脸看了好一会 姚智豪神色几番变幻 最终还是推了推丁海城 丁鼠长 醒醒 哗啦 丁海城醒来的一瞬间 也是猛地就坐了起来 然后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胆在安全署的招待所外 袭击安全署署长 简直胆大包天 别让我查出来你是谁 否则一定要你好看 姚智豪站起身 淡淡看了丁海城一眼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你不是说林末有证据要提供吗 我们得赶紧过去 对对对 你看我 被那混蛋气得 差点把证事都忘了 我们快走 丁海城连忙起身 在前面带路 走出小巷 又走了大概七八分钟 安全署就到了 此时正好八点 安全署刚刚上班 人来人往 很是热闹 看到丁海城和姚智豪 一众探员们 都会下意识地敬礼问号 然后神情就会变得有些怪异 因为 两人此时的形象 就跟刚从垃圾堆里回来似的 不仅浑身脏兮兮的 还散发着浓烈的臭味 姚智豪自然感受到了 众人的怪异反应 不过此时 却完全顾不上计较 进入安全署之后 他便一路直奔拘留室 秦木海给他的最后期限是八点半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丁海城见此 眼中不由浮现了一抹担忧 但却也只能默默跟在后面 很快 拘留室到了 停在栅栏之外 看着在里盘西尔坐的林默 姚智豪一时间有些无法确定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林默 昨天下班之前 他特意到拘留室来了一次 当时林默是在的 可秦木海却说 林默昨夜出现在了秦家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所以 这两个林默 必然有一个是假的 那么此时的这个林默 是他昨天看到的那个 还是昨夜闯进秦家的那个 他完全搞不清楚 可他此时必须要搞清楚 因为 他必须要杀死真的林默 才能救出家人 略微沉吟了片刻 他转身 看向了另一边的拘留室 这个拘留室里 有两个人 是林默被拘留之前 就一直关着的 如果林默这边有什么异动 这两人一定能看到 不过此时 这两人依旧还在睡梦之中 看样子 似乎睡得正香 打开门 把他们弄醒 姚志豪看向了旁边 负责管理拘留室的探员 探员下意识看向了丁海诚 见丁海诚点头 这才打开门走了进去 只是他叫了好几声 那睡着的两人 都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在场几人瞬间意识到 这哪是睡着了 这分明是 被人打晕了 姚志豪眼角抽出了两下 泼醒 探员不敢怠慢 立即照搬 一大盆水泼下去之后 两个人瞬间醒了过来 他妈的 谁泼了 其中一个满脸落腮糊的下意识 便破口大骂 但骂到一半 看到眼前的阵仗之后 瞬间便闭上嘴巴 脸上露出了闪闪之色 姚志豪没在意 落腮糊的骂声 看着两人 我问你们 你们是怎么晕过去的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是露出了茫然之色 在他们的感觉中 他们是在睡梦中 直接被泼醒的 至于姚志豪说的打晕 两人下意识地抬手揉了揉脖子 都感觉脖子有些痛 如此看来 他们确实是被打晕了 可怎么被打晕的 他们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姚志豪见此 知道继续问 也问不出什么了 直接转身 看向了对面拘留室里的林墨 林墨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晕过去的吗 盘西而坐的林墨 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有些茫然看着姚志豪 抱歉姚书长 我刚刚在冥想 你说什么 姚志豪眼中浮现了一抹怒意 却还是带着性子 我问你 知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晕过去的 林墨眼中的茫然之色 越发浓郁 他们晕过去了吗 我不知道啊 姚志豪看着林墨 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到这个时候 他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了 眼前的这个林墨 就是真的林墨 否则他根本没必要 打晕对面拘留室的两个人 虽然他不知道 林墨是怎么离开拘留室 又是怎么回来的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他缓缓转身 看向了一旁的丁海诚 丁鼠长 我要求现在立即提审林墨 可以 丁海诚非常配合 正好林墨说 有证据要提交 两件事可以一起办 话落 他便示意探员上前开门 咔嚓 随着钥匙转动 大门打开 探员按照规定 先给林墨戴上了静置手铐 这才把人从拘留室里带了出来 交给我吧 姚志豪主动上前 抓住了林墨的一只手臂 旁边的丁海诚 眼神微微一凝 立即笑道 姚署长 你远来是客 怎么能让你做这种事 还是把它交给我吧 说着 他就要上前接过林墨 丁鼠长不必客气 姚志豪拉着林墨 躲开了丁海诚的手 我习惯了亲力亲为 这种事 必须由我亲自来做 那也不行 你堂堂署长 却在我亲缘安全署 被当作探员使唤 这要是传出去了 其他事的铜藏 是要戳我几两骨的 丁海诚说着 上前一步 就要抢人 丁海诚 姚志豪一声低贺 身体挡在林墨身前 你如果再想从我手里抢人 我就要怀疑你是想和林墨串供了 丁海诚冷笑了一声 姚署长 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们索性就挑明了吧 你说 我压着林墨 是想和他串供 那你执意要压着林墨 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当然是为了姚志豪话说到这里 突然猛然一个转身 一记手刀 砍向了林墨的子 他原本是想在带林墨 去审讯室的路上动手的 那个时候距离近 再加上出其不意 他的把握会更大一些 但现在形势所迫 他已经等不到那时候了 林墨小心 姚志豪的动作 实在是太过突然 谁也没想到 他会再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直接动手 就算丁海诚和姚志豪只 隔着半米距离 此时也来不及阻止 只能下意识地 发出了一声提醒 刷一 手刀破空 发出了割破空气的尖锐呼啸 丁海诚看着这一幕 一瞬间面如死灰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一完了 姚志豪的实力是准传奇 身体力量接近四千斤 以他的力量 如果这一记手刀击中 那林墨必然会因为 猴骨碎裂而当场暴毙 一旦林墨死在清源安全署 那清源学府 清源官方 还有千年林家 必然都会来找他问责 到时候 他这个署掌的位置 保不住不说 甚至连命都有可能要丢 碰 一声闷响 打断了丁海诚的思绪 然后他就看到 林墨的身体 直接倒飞了出去 直到飞出五六米 撞上拘留式的栅栏 这才反弹落地 姚志豪 你找死 丁海诚目自欲裂 直接提拳 便朝姚志豪冲了过去 脖子被击中 还被打飞了那么远 林墨肯定是活不了了 如果不能把姚志豪留下 那他真的是万死难辞其咎 可就在这时 丁海诚却看到 姚志豪一击打飞林墨之后 竟然再次朝着林墨冲了过去 难道林墨没死 丁海诚神情一动 眼中猛地泛起一抹亮光 如果林墨死了 那姚志豪此时的所作所为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念头落下 他借用宠兽技能 速度全力爆发 在肩不容发之际 挡在了林墨身前 给我让开 姚志豪的眼睛 因冲血而变得通红 神情无比猙獰 直接一拳 轰向了丁海诚 呼一 拳卫道 风已至 强劲的拳风 吹得丁海诚脸颊生疼 可丁海诚 却死死挡在林墨身前 没有丝毫要退的意思 而是同样一拳轰了出去 碰 拘留室里 发出了一声闷响 两个拳头碰撞的地方 一道气浪猛地炸开 将旁边的那个探员 吹得裂切了两步 姚志豪身体一晃 踉枪着倒退了四步 而丁海诚 则是直接倒飞出去 撞在了身后的林墨身上 碰撞的力量 让他停了下来 却让林墨又一次飞出去 撞上了栅栏 发出了哐当的一声巨响 来 但此时的丁海诚 却是突然微微一正 因为他发现 撞在林墨身上 和撞在其他人身上 有些不同 以他刚才倒飞的力量 如果撞在其他人身上 被撞的人 肋骨至少要断几根 可撞在林墨身上的一瞬间 他感觉就好像撞在了一个 皮球上一样 林墨的身体 似乎有一种古怪的弹性 能够把撞击的力量都卸掉 难道这就是姚志豪 刚才没能杀死林墨的原因 丁海诚念头转动着 却不敢多想 而是立即抬头看向了姚志豪 姚志豪敢在这里直接动手 说明已经抱了必死之心 他绝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果然 就在他看向姚志豪的同时 姚志豪的身前 一根足有六米多长的巨大冰锥 已然成形 而后带着呼啸的风声 直接朝着他所在的方向 飞射而来 丁海诚眼角狂跳 不敢有一丝迟疑 一念一动 身前一连出现了三面木制盾牌 砰砰砰 一连三声乍响 三面木盾牌 和那根冰锥齐齐爆碎 化作了四处飞溅的木屑和冰渣 林墨看着这一幕 拳头不由暗暗地握了起来 在这个级别的争斗面前 他根本插不上手 只能被人庇护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不过他心中也在暗暗地庆幸 庆幸他猜到了秦家的举动 所以提前采取了措施 丁海诚会在凌晨去找姚志豪 是他安排的 他让李贤告知丁海诚 说他有重要的证据要提交 只是想要拿到证据 需要丁海诚的配合帮忙 丁海诚本来就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再加上有李贤担保 稍一犹豫也就同意了 之后打晕两人的黑衣蒙面人 自然是李贤 李贤的实力本就比两人更强 再加上出其不意的偷袭 打晕两人并不难 而这么做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拖延时间等林墨回来 林墨是7.20抵达清源边检站的 隐匿穿过边检站之后 他一路在7.40 到了清源安全署的大门外 在那里 他从李贤手中拿到了两把钥匙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让丁海诚配合的原因 没有丁海诚 他们短时间根本拿不到钥匙 然后他便发动 隐匿 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拘留室 用其中的一把钥匙 打开了对面拘留室的门 把里面熟睡的两个人打晕了过去 又用另一把钥匙 打开自己的拘留室 召唤出玄武 把木子元收进了体内空间 至此 他的替身计划顺利完成 而几乎就在他做完这些的同时 姚志豪和丁海诚就来了 只是这里 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低估了秦家的狠毒 他以为姚志豪是来拆穿甲林墨的 根本没想到 姚志豪竟然是来杀他的 所以 在姚志豪动手的那一刻 他真的是 没有任何防备 不过姚志豪的那一剂手刀 之所以没砍死他 并不是因为他的柔刃 虽然柔刃确实能泄力 能增加他的防御和抗击打能力 但喉咙那么脆弱的位置 被几千斤的力量击中 就算能泄力 他也必死无疑 他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 他在千军一发之际 全力扭转身体 让那一剂手刀 砍在了锁骨上 这也是姚志豪会追着他 想要补刀的原因 猴骨断了人会死 锁骨断了却不会 尤其是对身体强化过的 玉兽师来说 断骨并不算太严重的伤势 不过那一剂 真的是 让他心中涌起了无尽的后怕 那一瞬间 绝对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之后就是丁海诚出手 和姚志豪之间的大战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两人的实力相近 势均力敌 这种情况下 姚志豪想杀他 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而姚志豪 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漫天的木屑和冰扎落地之后 他便没有再出手 而是满脸绝望地 缓缓瘫坐在了地上 哗啦 姚志豪瘫坐在地的同时 大量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显然是听到了动静后 赶来的探员们 林末神情一动 连忙看向丁海诚 一时间没明白林末的意思 但还是冲着外面喊道 所有人守在外面 不准进来 外面的脚步声奇奇一顿 所有人都停在了 进入拘留室的铁门之外 林末这才捂着断裂的锁骨 看向了姚志豪 是秦家逼你杀我的 对吗 姚志豪身为安全署署长 不可能不知道 在这里动手的后果 而能让他不顾后果这么做的 显然就只有秦家 丁海诚听到这话 给旁边的探员使了一个眼色 探员会议 立即拿出手机 打开了录像模式 不用再问了 事已至此 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吧 姚志豪神情绝望 眼中没有一丝求生的欲望 没能杀了林末 他的家人必死无疑 他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林末缓缓往前走了两步 看着姚志豪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让外面的探员进来吗 姚志豪微微一震 猛地抬头看向了林末 林末接着说道 因为现在我死没死 就只有这里的几个人知道 姚志豪的脸上浮现一抹紧张 你什么意思 林末不打反问 你先回答我 是不是秦家逼你杀我的 是 姚志豪道 秦木海抓了我的家人 如果八点半之前你不死 那我的家人就都得死 林末露出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 又问道 你之前说 秦家告我拿出了充足的证据 证据是什么 是秦木仓的尸体 还有几份人证的口供 尸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 但那几人口供应该都是假的 姚志豪现在知无不言 林末闻言 不由笑了一下 这个情况和他之前的猜测基本一致 但现在秦木仓的尸体在他手上 再加上姚志豪的证词 秦家对他的提告 基本可以无视了 他略微沉淫了片刻 然后转向了丁海诚 丁属长 如果我能拿出强有力的证据 你们给秦家定罪 大概需要多久 那要看你的证据是什么了 丁海诚说道 你看这个 林末拿出 他审问那十个护卫时的视频递了过去 丁海诚看到视频 眼睛微微一亮 但随即就有些遗憾地说道 这个视频算是比较有力的证据了 但想用来给秦家定罪 可能还不够 为什么 林末不解 因为这种视频证据谁都可以录 丁海诚说道 而且只有视频的话 谁也不能保证 他们在录视频的时候 有没有被人胁迫 林末神情一动 你的意思是 得这些人亲自出面做证才行 丁海诚点了点头 最好是能亲自出面 那样的话 秦家的罪名基本就是板上钉钉了 林末看着丁海诚 如果我能让他们出面 给秦家定罪 需要多久 丁海诚一愣 随即精神一震 一周 最多一周就够了 好 那我之后 把人都交给你 林末说着 转向了姚志豪 如果秦家知道 我死了 你需要多久能救出你的家人 一个小时 不 半个小时就够了 姚志豪快速说道 秦家 只要收到了你死的消息 应该立即就会放人 林末问道 你要怎么告诉秦家 我死了 发消息 姚志豪道 林末有些怀疑 你说我死了 秦家就会信 会的 姚志豪说道 杀了你之后我必死无疑 而我的家人就在安南 秦家随时可以把他们再抓回去 所以在秦家看来 我绝不敢骗他们 林末笑了一下 那你现在就给秦家发消息吧 说我已经死了 姚志豪下意识地就拿出了手机 但就在他编辑好消息准备发的时候 又停了下来 看着林末 你为什么帮我 因为 我也需要你帮我 林末说道 姚志豪眼中 明显地露出了一丝戒备 你需要我做什么 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处境吧 林末反问 姚志豪苦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身为安全署的署长 他却在意图在安全署内杀人 这属于知法犯法 他必死无疑 林末这才说道 我需要你在必要的时候 成为我的证人 姚志豪有些疑惑 可你不是已经有证据和证人了吗 为什么还需要我 旁边的丁海诚 也是有些不解地看着林末 他同样也有这样的疑问 这你就不用管了 林末没有解释 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愿不愿意就行 我好像也没得选吧 姚志豪苦笑一声 拿起手机 把编辑好的消息发了出去 林末见此 转向了丁海诚 笑道 丁属长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个死人了 接下来的一切交给你了 丁海诚点了点头 拿出禁止手铐 给姚志豪戴上 将其关进了林末之前的那间拘留室 然后 他转身看向了林末 那你呢 丁属长忘了 我已经死了呀 林末笑了一下 缓缓捂着锁骨 躺在了地上 麻烦丁属长 让人把我的尸体 送到安全署门口 会有人在那里接我 好 我这就安排 丁海诚说着 不由深深地看了林末一眼 他发现 他越来越看不懂 也看不透眼前的这个少年了 之前被栽赃的那个案子 林末的表现 就让他十分惊艳 当时 他还开玩笑地邀请林末 到安全署来工作 而这一次的案子里 林末再次展现出了他 非同寻常的能力 和过人的谋略 甚至林末的有些做法 连他都看不懂 比如 他到现在也不知道 林末为什么要让姚志豪来当证人 不过他却可以肯定 林末这么做一定有其用意 只是他有些想不通 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而已 怎么会如此的成熟和老练 片刻之后 林末被放在担架上 盖上白布抬走了 与此同时 姚志豪杀了林末的消息 也快速传遍了整个安全署 这让整个清源安全署 瞬间为之一境 然后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 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林末 清源学府的天才学员 清源名人堂 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成员 清源省今年刚选出来的 十大优秀青年 还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候选人之一 这样的一个天之骄子 以原告身份 死在了清源安全署 安全署里的每一个人 恐怕都会受到严厉的责罚 可闻见 丁海诚脸色阴沉地 从拘留室里走了出来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暴虐的气息 仿佛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炸药桶 一众探员们感受到这股气息 身体都是下意识地微微一颤 不过他们都理解 丁海诚为什么如此 林末死在了清源安全署 而且是死在了丁海诚面前 无论是作为当事人 还是作为安全署的署长 丁海诚都是第一责任人 这件事之后 丁海诚副署长的位置 肯定是保不住了 甚至身上的制服能不能保住 都是两说 署长 葛文继连忙上前 语气小心翼翼 这里面有林末临死前 交给我的视频证据 丁海诚拿出一个优盘样的东西 递给葛文继 带上他 立即去安南秦家 把案子的主要责任人 都给我抓回来 这葛文继脸上出现了一丝为难之色 署长 只有视频证据 恐怕很难待人 除了视频证据 还有人证 丁海诚看着葛文继 铁证如山 如果秦家敢反抗 我允许你直接联系当地驻军 总之无论如何 要把人给我带回来 听明白了吗 是 葛文继神色一速 进了个礼 然后快步转身离开了 邓云 丁海诚又看向了自己的另一个心腹 去找到于红 把他也关起来 然后看好姚志豪 如果他少一根头发 我拿你是问 是 灯云静里离开 都散了吧 丁海诚又冷冷 看了周围探员一眼 而后转身 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了过去 一条僻静的小巷之中 安全了 你可以起来了 李贤轻轻把手中的担架 放在了地上 林墨掀开白布 捂着锁骨 缓缓坐了起来 尽管他动作很慢 但断骨摩擦的痛楚 还是让他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 回想一下 他来到 这世界快二十年了 好像还是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 李贤见此 眉头一皱 都受伤了 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带你回学府 而是要在这里停留 因为还有重要的是 林墨强忍痛楚笑了一下 然后一念一动 召唤出了玄武 李贤知道他的 瞬间召唤 所以倒也不怕暴露 然后下一秒 穆紫园出现在了小巷之中 看到林墨额头的汗水 他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你受伤了 没事 不用担心 林墨摆了摆手 穆大哥 接下还得麻烦你去一趟安南 行 去做什么 穆紫园直接问道 去这个地址 帮我把那里的人 都带回青园来 林墨拿出一张纸条 和一封信 递给了穆紫园 纸条上是姚志豪家的地址 信是姚志豪写给家人的 姚志豪对他来说 是一张重要的底牌 但姚家人留在安南的话 有秦家的威胁 姚志豪很可能随时会翻供 所以 他必须要把姚家人保护起来 好 我这就出发 穆紫园说着 就要动身 等一下 林墨叫住了他 叮嘱道 你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很可能会有 秦家的人暗中盯着 但你不要着急 可以稍微等一等 等秦家的人撤走了再行动 穆紫园微微一愣 万一秦家人一直不撤呢 林墨摇了摇头 不会的 秦园安全署的人 这回应该已经出发了 等他们到秦家抓人的时候 秦家就会知道 我是真死了 自然也就不会再盯着姚家人了 好 明白了 穆紫园转身离开了 林墨看着穆紫园的背影 眼中不由浮现了一抹歉意 按理来说 这件事应该是他亲自去办的 因为穆紫园和秦家的恩怨并不比他小 去安南会很危险 可他现在受了伤 行动不便 所以只能辛苦穆紫园了 好在秦家这次自顾不暇 应该没空针对穆紫园 现在可以回学府了吧 李贤看着穆紫园走远 这才开口问道 还得麻烦您了 林墨点了点头 又缓缓回到担架上躺了下来 他的锁骨 真的是动一下就钻心地疼 李贤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才小心地拿起担架 边走边问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养伤呗 林墨苦笑道 我估计得死个几天 正好可以用来养伤 断骨在地球 可能需要两三个月才能恢复 但在蓝星 有治疗系御寿施和药草 快得一两天就能好 慢一点的话 一周也就好利索了 我是说秦家 李贤道 秦家是百年家族 树大根深 你这次的计划 最多也只能让秦家人坐几年牢 但想扳倒秦家 显然还不够 林墨苦笑了一声 这点自知之明我 还是有的 所以 我从来都没想过 现在就扳倒秦家 我之所以冒险弄这个提身计划 一方面是被迫反击 因为秦家要告我 我必须要采取行动 才能自保 另一方面 是为了让秦家暂时没空来针对我 现在的我还是太弱了 我需要时间来成长 这次的计划如果顺利 那秦家至少三五年之内 应该都不会再来招惹我了 而三五年之后 林墨眼中浮现了一抹寒芒 谁针对谁可就不一定了 接下来的几天 林墨一边养伤 一边修炼 一边关注着安南那边的消息 好在事情还算比较顺利 第二天中午 穆子园便把姚志豪的家人 都带到了七云 然后在李贤的安排下 住进了清源学府的一处别墅之中 第三天下午 林墨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 提升到了百分之十六 也是这天安南传来了最新消息 因为秦家拒不配合调查 葛文继无奈之下 通过安南官方联系了当地驻军 只是驻军的出动需要上级审批 所以葛文继只能留在安南等待 同时 丁海诚这边接到了不少电话 都是一些与秦家有交集的官方人员 打来询问情况的 当然 也不乏一些替秦家求情的 毕竟秦家的势力庞大 牵扯众多 秦家受到打击 那些与之相关的势力 必然也会受到波及 而丁海诚对此给出的统一回复是 秦源安全署一定会秉公办案 如果秦家是冤枉的 一定会还秦家清白 林默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由暗叹一声 丁海诚果然是老油条 这样的回答 谁也挑不出次来 就这么又过了三天 林默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 提升到了百分之十七 与此同时 玄武升级了 名称 玄武 魅影归 属性 空间 资质 黄金终极 种族等级 六阶高级 天赋技能 体内空间 超级 裂空展 高级 完美 后天技能 龟缩 超级 精通 虚空跳跃 高级 完美 空间转移 超级 精通 成长等级 三阶低级 三阶低级的宠兽 正常体型应该在十六七米左右 二十三B 但玄武因为化形果的缩小效果 龟壳直径只有五米 高度也只有两米 任谁看到这样的体型 也想不到 这会是一只三阶宠兽 在战斗中 绝对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技能方面 空间转移 从之前的熟练 提升到了精通 至此 玄武除了体内空间之外 剩下的四个技能 两个完美 两个精通 除非再能找到 补天之之类的药草 否则短时间内 他的技能 熟练度 恐怕很难继续提升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成长等级的提升 玄武体内空间的面积 也再次扩大 从之前的六万两千四百平米 增加到了十二万四千八百平米 十二万多平米 这是什么概念 大概相当于 十五六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看着这个几乎一眼 看不到头的巨大空间 林默忍不住在想 他能不能用这偌大的空间 来做点什么 当初玄武刚刚觉醒 体内空间的时候 他最期待的 就是有一天 体内空间的面积 足够成为 他的一栋别墅 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 他真的有了一栋一栋别墅 而且 这栋别墅 确实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 让他少受了很多苦 可随着体内空间的不断扩大 他发现 多出来的这些空间 好像没什么用 或者准确地说 是他没能让这些空间发挥作用 因为他能用到的面积 始终就只有 那几十平米而已 所以 他才想 要把这些空间都利用起来 十二万多平米 就这么一直闲置着 实在是太浪费了 不过这个念头 只是在他脑子里转了转 就被他暂时放下了 体内空间 虽然自成一片空间 但跟一般的空间 有很大不同 所以 想要利用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得去查查资料之后 才能知道 这片空间 到底能用来做什么 而就在玄武升级 之后不久 安南那边又传来新消息 上级同意了 葛文继调动 驻军的审批 现在葛文继 已经带着驻军 去秦家抓入了 这个消息 让林默的精神一振 抵抗安全署的抓捕 撑死了算是拒捕 但抵抗驻军 那就是叛国 有驻军出手 秦家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绝对不敢反抗 而事实也如他所料 当天晚上 他就接到了丁海诚的电话 秦家一众主要人物 都已经束手就擒 最迟明天 那些人就会被押回清源 现在 你可以复活了吧 丁海诚笑着说道 我听李校长说 你为了隐瞒活着的消息 连锁骨的伤都没去治疗 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 还不到时候 林默摇了摇头 丁海诚一愣 还不到时候 嗯 还得再等等 林默说道 丁海诚声音里满是疑惑 我能问问 你在等什么吗 林默笑了一下 丁鼠长 先让我卖个关子 等时机到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好吧 反正你卖关子 已经不是这一次了 丁海诚有些无奈 又有些期待 我现在真的很期待 你所有谜底揭开的那一刻 快了 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林默笑着挂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 丁海诚再次传来消息 秦家连同秦木海在内的 一众涉案人员 都已经被押回来了 目前关在清源安全署的拘留室 不过 因为审问还需要时间 所以想给一众秦家人定罪的话 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对此 林默并不着急 只要秦家人都被抓回来了 那早几天定罪 和晚几天定罪 没什么区别 两天后 林默借用虚空跳跃解决进度 达到18%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丁鼠长 林默接通了电话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秦家会让人顶罪了 丁海诚语气有些复杂 林默笑了一下 说道 看来姚志豪派上用场了 你果然知道 丁海诚的语气更加复杂了 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怎么精准预判 秦家的一举一动的 就在不久前的审讯中 秦家的管家秦芳 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了下来 同时 秦家其他人也都一口咬定 无论是之前诬告林默 还是让姚志豪杀林默 都是秦芳一手安排的 他们毫不知情 尤其是秦木海 说自己刚刚接手秦家 一切毫无头绪 只能把大部分事情 交给秦芳处理 所以才让秦芳有了可乘之机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理由 虽然明眼人都知道 这些事 不可能是一个管家弄出来的 可是秦家所有人重口一词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他们很难证明 这件事和秦木海有关 而这个时候 拘留室里的姚志豪 发挥了重要作用 杀林默的事 一直是秦木海和姚志豪 直接联系的 有他作证 秦木海的谎言不攻自破 所以 丁海诚才忍不住 给林默打了这个电话 他真的很想知道 林默为什么能提前猜到这一切 其实 我也不知道 秦家会不会这么做 我只是习惯性的以防万一而已 林默说道 这是实话 他当初留下姚志豪的时候 真就是这么想的 毕竟那个时候 姚志豪的家人 还在秦家手里 而他并不能确保 一定能救出姚家人 如果他就不出姚家人的话 那姚志豪就算死 也不可能替他作证 至于秦家 为什么敢穿共让人顶罪 原因有两个 第一 秦家以为林默死了 林默死了 姚志豪就是杀人凶手 这种情况下 姚志豪自身难保 根本没机会站出来 指认秦木海 第二 姚志豪的家人在安南 虽然林默死后 秦家就放了姚志豪的家人 但只要姚家人在安南 那姚志豪就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但秦家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林默不仅没死 而且还趁着秦家自顾不暇的时候 帮姚志豪就出了家人 只是以防万一吗 丁海诚听到这个答案 却是有些哭笑不得 论办案经验 他比林默丰富一万倍 自然也想到了 秦家可能会找人顶罪 毕竟 这是大家族惯用的手段 可他当时对此并没太在意 因为林默不仅提供了视频证据 还提供了十个人证 人证物证齐全 在他看来 这就是铁证如山 秦家就算有通天的手段 也翻不了身 可没想到 最终就是这种铁证如山的惯性思维 导致案子差点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林默的这个以防万一 那他这次 还真有可能让秦家跑掉 秦家人定罪了吗 林默察觉到丁海诚的语气 转移了话题 还没 不过所有案卷都已经上报了 应该就这两天了 丁海诚说道 按照我以往的经验 秦木海指使他人杀人未遂 最多也就做三五年的牢 至于其他人 可能比这还要轻一些 这个结果李贤 跟之前说的差不多 所以林默并不意外 也不失望 对他来说 能让秦木海坐三五年牢 就已经足够了 他问道 等定罪结果出来之后 我能去见见秦木海吗 可以给你安排 丁海诚说道 谢谢丁属长 那我等你电话 林默笑着挂断了电话 然后感觉浑身一阵轻松 秦木仓死了 秦木海坐牢 没了这两大传说级高手坐镇 秦家为了防止势力被蚕食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怕是都要自顾不暇了 自然没空来找他的麻烦 不过他让秦家吃了这么大的亏 等秦木海出来之后 绝不会放过他 所以 他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提升实力 争取等到秦木海出来的时候 好好地给他一个惊喜 三天后 林默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 提升到了19% 也是这天 九尾升级了 名称 幻灵兽 九尾 属性 精神 资质 王者高级 种族等级 君王级 天赋技能 附身 超级 入门 幻象 超级 熟练 精神控制 超级 熟练 精神鞭吃 高级 熟练 成长等级 右升七段 达到右升七段 九尾的体型 在化形果的作用下 直接提升到了六米 高度接近两米 这个体型 已经堪比一般的成熟七宠兽了 技能方面 幻象 超级 和精神鞭达 高级 都从入门提升到了熟练 这个提升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九尾从右升六段到右升七段 只用了27天 比上一次升级 又快了4天 这个升级速度 比其他细宠兽六升七的速度 还是慢一些 不过已经慢得不多了 按照这个提升幅度 只要他继续提供 加速精神力成长的药草 那么九尾的升级速度 应该很快就能和其他细宠兽持平了 也是这天下午 林默接到了丁海诚的消息 秦家的判决下来了 秦木海 作为刺杀事件的幕后主使 被判入狱三年 这个量刑明显是偏轻的 不过考虑到秦家是百年家族 林默也能接受 至于秦家的其他涉案人员 也都或长或短地被判了刑 但林默对那些人 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然后 他在丁海诚的安排下来到清源安全署 在探视间里 见到了秦木海 你没死 看到林默走进房间的一瞬间 秦木海猛地站了起来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你怎么可能没死 抱歉 让你失望了 林默笑了一下 走到栅栏前 淡淡地看着秦木海 之前在秦家的时候 他见过秦木海 那时的秦木海 因为常年养尊处优 身处高位 身上有一种贵族气质 让人自残行贿 可此时的秦木海 因为被关了一段时间的原因 头发和胡子都有些凌乱 看上去落魄了不少 俨然是一个风竹残念的老人 诈死让我放了姚家人 再让姚志豪出面做正好 好算计 好手段 秦木海目光死死地盯着林默 我栽在你的手上 虽然不甘 但也不约 林默挑了挑眉 秦家主的这句称赞 倒是让我受宠落惊了 哼 你来这里见我 不就是想要诛心吗 秦木海深深吸了口气 眼中的怒意缓缓收敛 那你可就想多了 林默看到这一幕 眼中不由浮现了一抹杀意 他之所以等到现在才复活 就是为了来诛心 他想要看到秦木海暴跳如雷 气急败坏的模样 可没想到 秦木海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看穿了他的意图 而且这么快就冷静了下来 这让秦木海 在他心中的威胁程度上 升到了一个恐怖的高度 不过他的杀意 只是一闪而逝 在清源安全署 杀了秦木海的话 他和丁海诚都会有大麻烦 然后他便直接起身 朝外走了出去 诛心不成 那他也就没必要 再和秦木海说什么了 林默 秦木海带着寒意的声音 却从后面传了过来 三年很快 你可不要死在别人手里 林默脚步一顿 缓缓转身看向秦木海 三年后 世上不会再有百年秦家 离开安全署 秦家的事 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林默这才回到清源学府 找医疗室的老师 治好了锁骨上的伤 然后他再度过上了 每天都能安心修炼的好日子 三天后 他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 提升到了20% 同时 朱雀升级了 名称 朱雀 烈焰玄鸟 属性 火 资质 王者终极 种族等级 八阶高级 天赋技能 火球 高级 完美 火海 高级 完美 炎怒 高级 精通 火环 高级 精通 成长等级 一阶高级 达到一阶高级 朱雀的体长增加到了10米 算上维宇的话 整体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8米 而随着体型的增长 其头顶上方 双翅边缘处 还有维宇末尾处 红蓝交织的火焰 都越发的炙烈了 尤其是头顶上方的火焰 就如同一顶散发着光芒的王冠一般 让朱雀看上去异常的高贵 技能方面 炎怒 高级 从熟练提升到了精通 如此一来 朱雀的四个技能 也变成了两个完美 两个精通 这意味着 他现在面临着和玄武一样的情况 如果没有天才地宝的帮助 他的技能 熟练度也很难再提升了 看来任何时候 资源都是大问题啊 林默有些感慨地自语着 在黑骨秘境里 他的收获颇丰 原以为应该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缺资源了 可现在看来 是他想太多了 他现在手上 还有各类天才地宝 共91株 其中不乏化形果 破胀草这样的极品 可这些都无法解决玄武和朱雀当前的问题 所以 他还得想办法 找相关的资源才行 转眼又是三天 林默借用 虚空月的进度 提升到了21% 就在这天 梦眼兽也升级了 名称 梦煞兽 属性 死灵 资质 黄金低级 种族等级 四阶低级 天赋技能 死亡领域 高级 入门 契约死灵 高级 入门 驾驭死灵 高级 未入门 死灵感应 中 成长等级 幼升六段 23 幼升六段的梦眼兽 体长达到了2米5 高度接近1米 看上去比之前又威武了不少 技能方面 死灵感应 终极 从未入 提升到了入 至此 他的四个技能 有三个达到了入门 整体来看 这个提升速度是比较慢的 毕竟小白在六段的时候 水刃都已经熟练了 但没办法 这是由于梦眼兽技能的特殊性造成的 梦眼兽的四个技能 除了死亡领域之外 剩下的三个是相辅相成的 契约死灵 高级 感应死灵 中级 还好 都可以进行无实物练习 驾驭死灵 高级 就不行了 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 需要梦眼兽 契约一只死灵系凶兽 然后在驾驭的过程中 提升熟练度 所以 在梦眼兽契约一只死灵系凶兽之前 他的熟练度 都是无法提升的 这件事 必须得尽快安排才行 灵默念头转动着 宠兽的技能熟练度 直接关系到宠兽的实力 而 驾驭死灵 这个技能 可以说是梦眼兽最强大的技能 如果不能及时提升熟练度 那么梦眼兽的实力 必然会大打折扣 可是上哪里 才能搞到死灵系凶兽呢 林默心中思索着 然后很快想到了一个地方 一一黑雾骨 按照梦眼兽的说法 黑雾骨里的黑雾 叫做死气 而有死气的环境中 更容易诞生死灵系凶兽 不知道军方那边 打算什么时候探索黑雾骨 林默轻声自语着 他和龙江省军方的红江约好了 等军方进入黑雾骨的时候 带上他 可是至今为止 他还没接到红江的电话 所以 他也就只能等着 转眼又是三天 林默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 提升到了22% 但就在他准备继续修炼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是秦佑景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林默接通电话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和你当面聊聊 秦佑景说道 有 什么地方 林默问道 就你们学府附近吧 我现在 就在学府大门口 秦佑景说道 好 那你稍等 我现在过去 林默挂了电话 和孙蕾打了声招呼 起身出门 20分钟后 他在学府大门口 见到了秦佑景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 秦佑景虽然看上去 依旧有些消瘦 但精神和气色 都已经好多了 两人随便找了一个小吃店 坐了下来 你这一个多月 都不回家 是因为我吧 秦佑景看着林默 神情有些复杂 自从林默把他交给他父母之后 除了有重要的事情 基本就再也没回去过 而且每次回去 也只待很短的时间 是也不是 林默说道 就算你不在 我其实也很少回家 区别只是 你不在的话 我可能会多待一回 所以 你不用觉得会影响我 秦佑景笑了一下 只是眼中却没什么笑意 我打算离开清源了 林默微微一愣 去哪 秦佑景要离开 是他预料中的事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我联系了穆大哥 打算加入他的那个冒险组织 秦佑景说道 他很早就认识穆子元 但他们之间并不熟 是林默告诉他 就他的时候 穆子元出了不少力 两人 这才渐渐熟络了一些 你这是何必呢 林默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初他和林若宇商量的时候 觉得秦佑景以后 有三条路可走 一 加入某个大势力 比如大家族 大公司 二 加入某个冒险团体 或者组建自己的队伍 三 参军 他和林若宇都觉得 一和三比较适合秦佑景 之前他帮秦佑景安葬夜晚宁的时候 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秦佑景 当时秦佑景说要考虑 可没想到 他最终两条都没选 而是偏偏 选了他和林若宇 都认为最不合适的一条 我知道 你说的那两个选择 是为我好 秦佑景看着林默 但那样的话 我只能平平庸庸地过完这一辈子 我不想那样 我想去见识更大的世界 我想让我的实力变得更强 我也想要站得更高一些 只有那样 我猜 才能不留遗憾 其实他想说的是 只有那样 我才有机会站在你的身边 可话到了嘴边 他又改了口 因为他知道 他就算说出来 也改变不了什么 秦佑景离开了 林默没有挽留 也没理由挽留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 作为生死与公的好朋友 他可以给秦佑景提出一些建议 但却不能强行改变他的决定 所以 不管秦佑景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能做的 就只有支持和祝福 之后 他便又开始了 每天安心修炼的生活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现在没了秦家的威胁 他每天修炼之余 都会抽出一点时间 研究那个千年不符的盒子 对于盒子里的东西 他真的是非常的好奇和期待 只是盒子上的华容道密码 极其复杂 想短时间内破解是不可能的 不过林默倒也并不着急 反正东西在他手里 日积月累 击杀成塔 他总有一天能打开 半个月后 他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 提升到了27% 也是这天 在千年猎羊花四倍成长 加速效果的作用下 小白又升级了 名称 白虎 紫金玄灵虎 属性 水 资质 薄金低级 种族等级 九阶高级 天赋技能 隐秘 高级 完美 水刃 高级 完美 水雾 高级 精通 水浪 高级 精通 水疗术 高级 熟练 成长等级 三阶低级 达到三阶低级 小白的体长增加到了17米 高度接近6米 看上去仿佛一座小山一般 异常的威武 压迫感十足 技能方面 水浪 高级 从熟练提升到了精通 至此 除了仍旧是熟练的水疗术之外 小白其他技能的熟练度也很难再提升了 不过 对于现在的灵墨来说 只要小白的成长等级能快速提升 就已经很好了 他算了算时间 小白从二阶高级提升到了三阶低级 一共用了53天 按照这个速度来推算的话 小白成长到三阶高级 大概还需要6到7个月的时间 可是小白服用千年猎羊花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 而千年猎羊花的效果只能持续半年 也就是说 到千年猎羊花的效果消失的时候 小白的实力至多提升到三阶中级 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啊 灵墨的眉头皱了起来 此时距离他20岁生日 只剩下7个半月的时间了 他想在20岁之前 通过大师及御寿师的考核 至少得让小白的成长等级 达到四阶高级才行 就算他有九居零身 可以让宠兽的成长等级 直接提升一阶 他也得在考核之前 让小白的实力提升到三阶高级 三阶中级到三阶高级 正常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而他至少要两个半月之后 才能让小白达到三阶中级 也就是说 从三阶中级到三阶高级 他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他有高速成长和地心灵液 这个时间倒也勉强够了 只是习惯了未雨绸缪的他 并不喜欢这种卡点的感觉 所以 他还得再想想办法才行 而就在灵墨思绪转动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 他的眼睛微微一亮 立即接通了电话 红尚笑 我是灵墨 你应该知道 我打电话的目的吧 红江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笑意 当然知道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灵墨笑道 黑雾谷里 如果能找到死灵系凶兽的话 那孟眼兽的大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已经决定了 三天后开始探索 你应该能赶过来吧 红江问道 没问题 挂了电话 灵墨又拨通了李贤的电话 听到他要去黑谷秘境 李贤还是有些担心 你真的决定要去 确定不再斟酌斟酌 黑雾谷的危险程度 他之前就和灵墨探讨过了 当时他确实觉得 灵墨有空间系宠兽 自保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当时他们都认为 秦家会曝光 灵墨有空间系宠兽的消息 可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秦木海等人被抓 秦家也始终没放出这个消息 那么 问题就来了 灵墨在黑雾谷遇到危险的时候 要不要使用空间系宠兽 不使用 他可能会有危险 使用的话 空间系宠兽的存在 肯定就藏不住了 所以在他看来 不去黑谷秘境 其实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既不用担心危险 也不用担心 空间系宠兽会暴露 决定了 必须要去 灵墨说道 死灵系宠兽非常难找 如果错过了黑雾谷 他再想解决 孟眼兽的问题就难了 那好吧 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我送你 李贤没有再劝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林墨笑着拒绝 之前李贤说要送他 那是因为有秦家的威胁 如今秦家的事情已经平息 自然没必要让李贤跑这一趟了 也行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李贤又叮嘱了几句 然后挂了电话 而林墨则是在沉淫了片刻之后 起身朝着学府的图书馆走了过去 之前在黑谷秘境的那座巨城里 他看到了很多壁画 那些壁画上的内容 大致是描述了两个种族之间的战争 但他并不确定 那些壁画上的内容 是杜撰还是真的有历史依据 所以他打算去图书馆查查资料 如果能查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对他这次的秘境之行 也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林墨直接来到了八楼 清源图书馆的六层以上 是不对学生开放的 不过林墨是清源名人堂的成员 自然不在此列 然后他在一间办公室里 找到了专门负责机密资料的汤文海 之前李贤带着他 上交那一万多本古籍的时候 他和汤文海有过接触 难得见你来这里 有什么事吗 汤文海见到林墨 顿时露出了满脸笑意 林墨上交的那一万多本古籍 对于清源学府的帮助 可太大了 尤其是 对他这种喜欢研究历史的人来说 那些古籍 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所以他看到林墨很是亲切 汤老师 我想查查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林墨拿出当初拍的壁画照片 递到了汤文海面前 看到照片的一瞬间 汤文海顿时满脸震惊 这是你 你怎么会有这个照片 这是我在前不久发现的黑骨秘境里拍的 林墨实话实说 汤文海的反应让他意识到 这个壁画应该很不简单 黑骨秘境 汤文海沉思了片刻 这才看向林墨 你应该知道 蓝星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历史断层吧 林墨点了点头 这方面的知识 高中时期的课程就有 那你知道 蓝星为什么会出现历史断层吗 汤文海问道 林墨摇了摇头 具体的原因 目前好像还没人知道吧 蓝星出现历史断层的原因 一直是各国重点研究的课题 因为目前有一种猜测 依依蓝星的预售体系 是在某次历史断层后突然出现的 如果能弄清楚历史断层的原因 那么对预售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可能会有极大的帮助 只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个国家 在这方面有重大发现 同时 这也是那些百年家族 和千年古族地位 那么高的原因之一 那些家族传承中 可能会有一些 与历史断层有关的信息 确实还没人知道具体原因 汤文海说道 但各国多年的研究 多少也有了一些发现 林墨神情一动 您的意思是 蓝星的某次历史断层 跟我拍到的壁画有关 汤文海点了点头 指着照片开始详细解释 壁画上的这两个种族 具体叫什么 历史无从可口 不过为了方便研究和称呼 我们将它们称为 满脚族和番奇族 林墨看向了照片 被汤文海称之为满脚族的 是一个体型类人 身材高大健硕 头上有着黑色双脚 臀部有尾巴的种族 另一个番奇族 同样也是类人体型 身材相比 满脚族要小一些 但头和脚却格外的大 尤其是头的形状 有点像三角形 而且脸上 有类似鱼林般的纹路 根据目前的研究 我们推测 蓝星1500多年前的那次历史断层 很可能就跟这两个种族有关 汤文海说道 林墨眼角微微一跳 是种族入侵吗 不知道 汤文海摇了摇头 这两个种族 是怎么出现在蓝星的 他们为什么来蓝星 来到蓝星之后 做了什么 他们和人类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导致历史断层的出现 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全都不知道 不过 从你提供的这些照片来看 这两个种族之间 似乎发生了大战 这或许能解释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林墨有些意外 突然消失 是的 突然消失 汤文海说道 蓝星此前也发现过一些 与这两个种族相关的线索 可所有线索都表明 这两个种族 似乎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突然就消失了 林墨问道 这个时间点 具体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汤文海道 根据现有的线索 只能大概推断 可能是在1300年前 到1600年前之间 林墨听到这里 不由陷入了沉思 根据他在秘境里了解到的情况 黑谷秘境 至少已经封闭了1000年以上 而汤文海刚说 这两个种族 很可能和蓝星 1500年前的历史断层有关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 倒是能对得上 但他现在更好奇的是 这两个种族 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难道是因为 两个种族之间的战争 林墨念头转动着 从剧城那些壁画上的内容来看 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战斗极为惨烈 而且持续了不短的时间 如果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那他们齐齐藏起来 休养生息 也是有可能的 他们藏起来之后 对蓝星来说 自然就相当于是消失了 所以 黑谷秘境 就是满脚族的藏身之地 林墨继续发散着思维 之所以认为是满脚族的藏身地 原因很简单 满脚族身材健硕高大 秘境之中那座巨城里的建筑 显然更适合满脚族居住 不对 林墨神情突然一动 他想到了 在黑雾谷遇到的那个神秘人 那个神秘人跟他交流的时候 用的是人类的语言 而且还是华夏语 黑谷秘境 尘封了上千年 里面的人 怎么会懂华夏语 是千年前 有人类进入过黑谷秘境 留下了人类的语言 还是满脚族本身用的 就是人类的语言 亦或者 是别的什么原因 想到这里 林墨无奈地摇了摇头 放弃了继续思考 这些疑问 蓝星那么多国家 研究了那么多年 都没搞明白 仅靠他自己 不可能弄得清楚 他看向汤文海 图书馆里 有这两个种族的资料吗 有 不过不多 汤文海打开电脑查了一下 相关资料都在 12楼A区 3号书架的4到6层 谢谢汤老师 林墨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等一下 汤文海叫住林墨 你的这些照片 可以给我留一份吗 壁画上的内容 对于研究这两大种族 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可以 林墨把手机递了过去 等汤文海附这照片之后 他这才来到了12楼 清源学府的图书馆 楼层越高 资料的保密程度就越高 所以12楼的资料很少 整个A区 一共也就只有6个书架 至于汤文海说的 3号书架的4到6层 一共也就12本书 还都是那种薄薄的小册子 林墨干脆把12本册子 一起拿到旁边的桌子上 看了起来 不到两个小时 12个小册子 他就全部看完了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 这些册子里的内容 确实让他对满脚族 和番旗族的了解 更多了一些 但也就仅限于此而已 至于他想了解的 这两大种族的历史 个体战斗力 以及种族语言等信息 册子里并没有提及 不知道黑雾谷里的 那个神秘人 能不能给我 这些问题的答案 林墨念头转动着 把那些册子 小心地放回书架 然后离开了图书馆 第二天一早 林墨便乘坐清明鹤 朝着龙江省出发了 并在当天下午 顺利抵达了 黑谷秘境所在的山谷 不过此时的山谷 已经和当初截然不同了 当初的山谷 只是清除了树木植被 看上去开阔了一些 地面还是有些高低起伏的 可此时的山谷 不仅地面平整过了 就连山谷周围的山壁上 也都做了防落石处理 山谷之中 大量的军用帐篷整齐排列 将山谷划分成了不同的区域 一切看上去井然有序 俨然就是一处正规的军营 在山谷最深处的指挥大帐里 林墨见到了红江 不过帐篷里除了红江之外 还有四男一女五个人 红江正和那五人说着什么 看到林墨 立即快步地迎了上来 林墨快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五位都是我们军方 请来一起探索黑雾谷的高手 这位是 五个人介绍完毕 林墨的目光 不由看向了五人中 一个满面红光的老者 老者名叫古廷勋 是五人中年纪最大的 也是实力最强的 是一位顶级传说及御寿师 而另外的三男一女 都是约莫武士出头的中年人 实力都是传说及御寿师 然后 红江又指着林墨 介绍道 这就是林墨 黑骨秘境的离开方式 就是他发现的 听到这话 那四个传说及御寿师 都是对着林墨 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作为传说及御寿师 他们虽不傲慢 但也都有自己的骄傲 自然不可能对一个年轻人 表现得太热情 倒是古廷勋 饶有兴趣地看着林墨 你来自清源学府 不仅带领清源 拿到了全国冠军 还是清源历史上 第一个双榜第一 同时还是清源名人堂的成员 对吧 林墨顿时满脸惊讶 前辈知道我 旁边的四个传说及御寿师 也都是一脸意外地 看着古廷勋 林墨的这些成就 对于一般人来说 确实很了不起 但是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 御寿师来说 并不算什么 尤其是对于古廷勋 这样的人物来说 更是不值得关注 可从古廷勋的话来看 竟是对林墨的成就 如数加真 何止是知道 我这耳朵 都快被你的名字磨出茧子了 古廷勋面带笑意 却颇有些无奈地说道 呃 林墨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古廷勋笑了一下 解释道 古希是我孙女 那丫头每天打电话 都要在我面前念叨你 原来是这样 林墨瞬间恍然 古希是他清源学府的同学 也是他一起参加 全国大赛的队友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算不错 只是大赛之后 他一直忙着四处跑 所以接触少了一些 不过他是真不知道 古希竟然有一个 顶级传说级的爷爷 你小子很不错 古廷勋满是赞许地 看着林墨 我家那野丫头很少夫人 但对你却是心服口服 赞不绝口 说明 你确实是有点本事的 好好加油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前辈谬赞了 林墨连忙说道 我还差得远 得好好修炼才行 别前辈了 听着声说 你竟然跟古希是同学 叫我一声古爷爷吧 古廷勋说道 旁边的四个传说 及预寿师听到这话 眼中奇奇露出了震惊之色 可不是什么人 都有资格称呼一位 顶级传说爷爷的 何况 这还是古廷勋自己要求的 可见古廷勋对林墨有多看重 古爷爷 林墨从善如流 他倒是没想太多 在他看来 称呼自己同学的爷爷为爷爷 这是很正常的 我听红上校说 你之前进去过黑雾谷 古廷勋转入了正题 古老 我斗胆纠正您一下 红江接口道 林墨是截止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进入黑雾谷 还活着出来的人 这一次 不仅是那四个传说级预寿师 连古廷勋都有些惊讶了 虽然之前进入秘境的 绝大多数都只是高级预寿师 但能成为唯一一个活着出来 足见林墨的非同寻常 那正好 古廷勋看着林墨 指了指旁边桌子上的地图 我们正在研究黑雾谷的情况 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在介绍之前 我还有个疑问 林墨看向了红江 你说 红江点了点头 黑谷秘境 不是只有24岁以下的年轻人 能进去吗 林墨问道 进入黑谷秘境 有三大限制 一 年龄必须在24岁以下 二 实力至少是高级预寿师 三 只有天黑以后才能进入 可是眼前这五个人 明显违反了第一条限制 这个啊 红江笑了一下 看来你对秘境的了解并不多 林墨点了点头 他到现在为止 也就进过两个秘境 对秘境的了解确实有限 红江看着林墨 你知道进入秘境的这些限制是怎么来的吗 林墨神情一动 人味的 聪明 红江点了点头 你进入过秘境 就应该知道 秘境入口的本质 其实就是传送门 既然有人能设置这些限制 那自然也有人能破解 原来如此 林墨恍然 然后又问道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破解 如果一开始就破解了这些限制 那就可以直接派高手进入秘境 可以减少很多人员损伤 这个 红江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说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古廷勋接口道 布一开始就破解 有两个原因 第一 这些限制只能从秘境内部破解 第二 只有空间系的预寿师才能破解 说着 他看向林墨 我这么说 你应该能明白吧 明白了 林墨点了点头 空间系预寿师的珍贵程度无需多言 而在找到秘境的离开方法之前 谁也不知道 进入秘境后还能不能出来 所以 为了保证空间系预寿师的安全 必须要等有人找到秘境的离开方法之后 才能让空间系预寿师 进入秘境去破解这些限制 可是 林墨又看向古廷勋 进入秘境内部 才能破解限制 那没破解之前 空间系预寿师 是怎么进去的 难道这个空间系预寿师的年龄 还没超过24岁 小子 你太小看 空间系预寿师了 古廷勋说道 对于空间系预寿师来说 他们想要进入秘境 可不仅仅只有通过入口这一个办法 林墨瞬间恍然 不通过入口进入 自然就能避开那些所谓的限制 这让他眼中 不由浮现出了一抹激动之色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 他对空间系预寿师的了解 还是太少了 空间系预寿师 要比他了解的 还要强大得多 不过冷静下来之后 林墨心中又生起了另一个疑问 他看向古廷 按照您的说法 空间系预寿师 可以不从入口进入秘境 那为什么不能不从出口离开秘境 不走出口的话 那只不知道离开秘境的方法 也就无所谓了 不是不能 而是做不到 古廷勋说道 为什么 林墨不解 正常来说 既然能进去 那就应该能出来才对 这个解释起来就复杂了 古廷勋想了想 说道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应该就能明白了 他指了指帐篷窗口处 照进来的一束阳光 看到那束阳光中的浮沉了吗 林墨看向那道光束 然后点了点头 阳光照射下 浮沉凌乱地飘动着 看上去很明显 如果把这道光束 比作我们所在的空间 那些浮沉 就是一个个秘境 古廷勋说道 站在光束里 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 每一粒浮沉 可如果我们是在浮沉内部 你觉得能看到哪里是光束 哪里是浮沉吗 林墨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这个不用想也知道 不可能看得到 同样的道理 古廷勋接着说道 空间细域寿师 处在我们所在的空间时 很容易就能锁定 秘境空间的位置 但当它处于秘境之中时 却很难锁定 我们所在空间的位置 所以 空间细域寿师 可以不从入口进入秘境 却无法不从出口离开 明白了 林墨点了点头 那现在能给我们说说 黑雾谷的情况了吧 古廷勋问道 那个 林墨有些不好意思 我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你小子问题还真多 古廷勋颇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问吧 进入黑谷秘境的年龄限制 现在已经被解除了 对吗 林墨问道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多余 但他就是 想再确认一下 没错 古廷勋点了点头 最后一个问题 林墨放慢了一点语速 华夏现在有多少空间细域寿师 这个问题 纯粹是他的个人好奇 一直以来 在他的认知中 空间细域寿师 都是近乎绝迹的存在 可是现在 黑谷秘境的进入限制 已经被解除了 这说明 华夏绝对是有空间细域寿师存在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古廷勋摇了摇头 空间细域寿师的数量 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最高机密 整个华夏能回答 你这个问题的人 估计不超过十个 好吧 林墨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能理解 毕竟每一个空间细域寿师 对于国家来说 都是战略级的武器 这方面的消息 保密严格一些没坏处 然后他主动指了指桌上的地图 现在 我来给各位前辈 介绍黑雾谷的情况 他先是说了一下 黑雾谷的大体情况 然后又把两次 进入黑雾谷的经历 详细说了一遍 包括他和神秘人的交流 也没隐瞒 不过 他并没有提及 空间细寿的事 至于在黑雾谷里 用虚空跳跃逃命的经历 他替换成了隐秘 在场几人听完 看着林墨的神情 都是有些震惊 最终 还是古廷勋说出了几人的心声 小子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只能说 你是真的命大 按照林墨的说法 黑雾谷里 除了让人迷失方向的黑雾 和大量高阶凶兽之外 很可能还有君王级 甚至霸主级的凶兽 君王级还好 他还能对付 可如果是霸主级 就连他这个顶级传说 也得撒腿就跑 林墨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黑雾谷活着出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尤其是那个神秘人 根据林墨的描述 如果对方想杀林墨 可能就是动动手指的事 可对方却放过了林墨 这除了命大之外 他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了 林墨苦笑了一声 我之所以想再去一次黑雾谷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从中调和 让军方和那个神秘人 尽量不要发生冲突 想法是好的 可你想没想过 如果你调和不了 冲突不可避免怎么办 古廷勋问道 那自然就只能比拳头了 林墨语气中有些无奈 他当然希望能调和成功 但他也知道 事事不可能尽如他意 所以也做好了调和失败的准备 你有这个准备就好 古廷勋点了点头 看向红江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原定是后天 红江道 不过现在人已经到齐了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随时可以出发 那一会就出发吧 正好现在天也快黑了 古廷勋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道 可以 没问题 另外几个传说 及玉寿师 纷纷表态 我也可以 林墨也说道 那就各自行动吧 按照之前的经验 进入秘境后 我们会被分散开来 到时候 在黑雾谷东边的入口处集合 古廷勋说完 刚先走出了帐篷 四个传说及玉寿师 紧随其后 林墨等几人走远 这才看向了红江 红尚笑 我想问一下 如果那个神秘人愿意接受调和 军方会怎么处理他 这个现在还说不好 要看具体情况 红江说道 如果神秘人是人类 一切好说 可如果是凶兽或者其他情况 那就只能上报给官方 由官方来定夺了 林墨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迈步朝着秘境入口处走了过去